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对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达成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新博士 那今天的中国其实双碳目标摆在各行各业面前 对电力行业来说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目标来奔向更好的未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对智能电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智能电网我们做了十几年了 数字化二十六年了 它的新功能要进一步适应化 第二呢 从主网的智能化 要向配电网发展 第三呢 从生产控制的智能化 向管理的智能化发展 第四呢 从数字化的技术转型 向数字化理念转型发展 其实正像您所说的啊 电力行业数字化的转型 如今真的是如火如荼 我们接下来呢 就选择国网福建电力来做一个案例 我们一块来一睽全报 请我的同事众萌带着大家到一线去看一看 这里是世界之最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变电站 福州荣城变电站 如果你家住在华东地区 那有可能你家里那一盏温馨的灯 就是从这里输送的电点亮的 世界之最最在哪里呢 这座变电站可以把电压升到一千千伏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克服技术难题 把电压升到一千千伏 就是为了能够把电传输到更远的地方 并且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减少电的损耗 这么重要的变电站 保证它的正常运行肯定很重要 所以他们要进行巡检 你们巡视一圈有多长时间 我们一个英国一班组 四个人三班岛 要一周时间才能巡检完 一周才能巡检完毕啊 对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我去体验一下 你看这有一个表 最起码得有两层楼那么高 我才明白为什么巡视一圈 花那么长时间 你们来盯这个表看是吧 对 那是个什么表 这个是我们主编的油位表记 你要盯上那个数值吗 对 所以他们得拿这个望远镜 不然看不清啊 看这个表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监测设备 它的油位是处于正常的区间 然后我们要把油位的数值记录下来 并且录录平台 这个大设备有多少个这样的表 当然这一块区域里 就有几十块这样的表记 所以他们巡视一圈 花这么长时间是有原因的 是的 大半天过去了 我刚看了这一小片 我还没录数据呢 还没给它测温呢 所以这个活光靠人工真的不好干 我们一直在想 如何让工作变得更便捷一点呢 在地面上 我们打造了这样的机器人 它可以代替我的双腿和双眼 对变电站进行巡视 它的两个摄像头就可以拍摄设备上的仪表盘 记录数字并且传回数据 在地面上有它 在空中有谁呢 往这看 在空中 我们有巡视无人机 它可以飞到一百二十米的空中 拍摄整个变电站 设备空中的情况 但有一个问题 无论是无人机还是机器人 他们只会拍摄画面 传输数据 谁替他们分析这些数据呢 数据就是传输到这儿 这里是国网福建电力 数字运言大厅 郑老师 数据处理它干嘛呢 它是用来发现异常 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上显示的这个线路上的防整锤 防整锤 我们来看这张是正常的防整锤 这张的话它是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这就是防整锤脱落 这个我们现在是放大了来看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从远处看过去的话 这是非常的小的 露眼几乎不可见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规平台 实现这样的精锯 这种它的一个自动识别 查找到很多露眼查找不到的一些异常 其实我理解这个过程 就是无人机在这个设备上面飞 它拍摄和捕捉各种画面 然后把这个画面作为数据 传输到我们这个数字运营大厅 进行处理识别出这些问题 是的 如果我们把无人机 把很多的这个摄像头看成是眼睛的话 我们这样的一个两规平台 它就是它的智慧大脑 像我们的这个平台 现在它一分钟能处理1500张的图片 那如果人呢 人如果识别1500张照片 他花多长时间 对一个熟练工来讲的话 基本上一天一整天一个人 他可能也就1500张 那这非常便捷了 是的 而且它的准确率是很高的 对 因为它不存在人眼这种会疲劳 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的小业务数字化 不断的深入 那其实在我们数据处理这块的话 因为感知的越来越丰富了 那我们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的这种分析 跟处理 它其实也是要投入大量的能力了 那我们人工智能 它恰好就很高效的去解决了这些大量数据 大量的图片 在那处理的一个问题 就让它能够产生一些 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发布了我们人工智能的三年行动方案 那我们在未来是希望能够实现 我能够正能技术 在我们的这种全装业领域 它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应用 我们也构建了一个叫 迎边协同的技术路线 所以刚刚说的云之子这种平台 还有端的话就是边端智能 比如说我们配电帐房 那它就是个典型的边端智能 它对比如说有没有异物的闯路 等等这些需要及时性很高的 特别高的这种 它就可以在就地 我就实现一个识别 给你一个配送的结果 迎边协同完以后 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能够智能应用的一个体系 那从国往福建电力的情况来看 输便电的这些设施 为了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大多数它们都分布在山野里 所以对于我们设备的维修 检测等等来说 都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这可能是我们整个行业发展的痛点之一吧 确实是 现在大部分的这个 输便电设施呢 都挤到山上去了 这个是电力行业的普遍的痛点 维护非常困难 点多线广面大 安全风险高 管控难度非常大 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智能技术 规模化来应用 解决这些问题 尽量的用这个取代人工 完成这些个好市场 风险高 环境恶励的作业任务 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能够提高电网本质安全管理的水平 这个是百度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方面呢我相信李总应该是很有体会 这可能是行业跟数字化结合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结果 我们帮助整个电网构建了它的两库一平台 这两库一平台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模型库 一个样本库 还有一个人工智能平台 这个平台现在已经覆盖了90%的神网公司 未来其实更多的实际生产里面呢 可以基于这样的一套云制底座呢 来去构建更多的自己的应用 像中国很多的书店线路 实际上都是会在新疆内蒙等等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基本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 那我们以前在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都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书店相关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 每天可能它巡检的路线差不多可能2公里5公里10公里 那每天靠人来去做 那今天通过无人机和这种固定点位的摄像头呢 完成对这些线路的巡检 就完全可视化了 就相当于我们为整个这个电网加了一个鹰的眼睛 它看得远也能这个看得准 并且它还能7乘24小时 不间断的在这个里面为我们提供这种安全的保障和服务 那么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难点到底是什么 在双碳目标这个大背景下 实际上各国的电网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就是三大解构性安全问题 我们国家的优位突出 首先第一是电源解构问题 第二是电网解构性问题 第三是用电解构性问题 特别是构建三这个新型的电力系统 必须要破解这三大解构问题 其实我们国家呢 现在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 已经6.7亿接近7亿千瓦了 但是呢我们在说这个时候也必须看到 每天晚上用点高峰的时段 也就是七八点钟这个时段 太阳已经落山了 晚间是没光的 现在咱们正之盛夏 全国大面积高温天气 大家知道极热无风 有风就不热了 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这个时候呢夏季呢水电可以用上了 很好 但是水电要通库容 对 要迎风度逊 所以发电呢也受制约 这个时候用电复合铝创新高 高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现在接近十个亿 十个亿什么概念呢 就是已经逼近了火电 夏季的是火电兜底了 逼近它呢最大处理 到峰值了 到峰值了 火电兜底 如果再高 针就兜不住了 咱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呢 数着许多那个输胚下路 还有变化器 长时间的满载运行 这个时候就船系统都崩得很紧 一旦出现设备故障 哪怕小故障 回着是几段天气 很容易引发连锁故障 连锁事故 导致大规模停电 这个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我就搞了一辈子这个 现在非常的提心吊胆 如理波冰 这个希望全社会理解 想问问李总 我们在这方面 曾经有过什么样一些 非常有效的尝试 现在我们整个电网系统里面 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新能源的销纳率 以及我们的供需之间的这种平衡 我们现在在一些典型的工业园区呢 已经开始在去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就是把更多的风光这种新能源 跟这个园区里面的储能 以及相应的工业生产所需要的 这个用电之间呢 做更好的匹配 这种匹配呢 确实可以给电网带来这个 消风填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 去缓解我们整个电网 安全生产这个方面的压力 未来也许有可能 AI能够成为一个调度大师 来去平衡这个用电测 和功能测之间的这种需求 他的确是一个调度大师 也是一个协调大师 可以把从前不确定的要素 变得可预期 那对今天的中国来说 中国的电力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 目前进展到了哪一步 新主任 我们电网的数字化转型啊 应该说是这个几十年了 那个大概我们总结出来 四十年四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是早期的探索 第二个十年呢是引进小画 第三个十年呢是自主开发 第四个十年是逐步超越 这个时候呢特别是这个新研发的这个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 叫第五千是开创了智能电网的这个新时代 您说到这个第五千啊 我觉得需要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应该说啊 这些个成果对我们保证我们电网的安全与稳定经济运行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美电网的同行说呀 他们来参观母性来以后啊 他们说中国领先他们可能三到五年 另一个方面呢也应该认识到啊 智能化程度越高啊 网络化程度越高 那么网络安全威胁就越大 这个也必须清醒 所以全球的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 我们国家呢两千年就受到过攻击啊 就跟国外的这种大攻击非常类似啊 现在逐渐增加 现在平均呢每八秒钟外网的边界就受到一次攻击 这够频繁的啊 是非常频繁啊 所以呢为了应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国家政策啊 和电力主管部门二十年内出了三个命令 在这个指导下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建立了电力监控系统的一套立体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所以这套系统啊应该说是有效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电网安全 保障了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对 那还需要不断发展往上 如果不是您的介绍可能我们并不知道 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战线上还有那么激烈的一些争夺战啊 现在我们正在以自己的实力来实现我们双碳目标的达成 那所有这些工作摆在我们面前 您觉得有哪些是重中之重 是我们现在需要开始注意的 现在要破解这个三大解构性问题 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 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啊 第一个呢在新型电力系统当中啊 储能啊将变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大规模储能方面啊 这对系统最有用的 抽水蓄能最实用啊 煤肠储能最自然 热电联动最高效 压缩空气储能发展最快 电化学储能安全堪用 我想强调一点啊 就是这个电热联动 这个意义重大 需要呢广泛的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大家看到智能云技术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我也想请问一下李总 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云技术 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 适应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和需求呢 我举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就是像刚才提到的火电 这个保供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在未来的整个新型的电力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火电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压仓石 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火电领域里面呢 仍然会有很大的这个工作要去做 我们之前跟一家这个火电厂 在做一个实际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优化 就是给它做空冷导 空冷导呢是它的整个这个发电的装备里面 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环节 我们帮助它通过这个测温带 然后通过大量的传感器和它现有的这个运行机制呢 来去给它做这种工况上面的这种模拟 来去预测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况的情况下 去降低我们单位发电的美好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1.55克每度电的这个下降 在我们中国大概会有1000座空冷导这样的一个装备 像这个未来的结碳的空间测算下来 就可以高达600万吨二氧化碳每年 这是非常有这个空间的一个领域 那新主任您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吗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啊 它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全社会参与 不可能一出而就 而且所有这些新技术 在电力系统这里应用啊 都应该使得电力系统啊 更安全可靠 啊更经济高效更绿色环保更实用友好 现在这么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都需要实用化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通过这期节目呢 我们看到了电网行业在智能云应用下 带来的变革和无限的可能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领域是主战场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也急需抓住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以数字化转型为载体驱动能源行业结构性变革 推动能源行业低碳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保障水安全和质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水务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命脉百姓安居的基石 在全球已经历经了上百乃至上千年的历史 近年来呢气候生态变化带来的水资源短缺不断的加剧 各个国家普遍面临的水务基础设施老化 资金短缺等艰难处境 增加了水务行业数字化进程的迫切性 复杂性和紧要性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 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 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为大家介绍一下 其中一位嘉宾呢是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爱杰 欢迎你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百度副总裁李硕 欢迎 两位能不能告诉我们 在水务行业数字化转型 到底有多么的迫切有多么的重要 在这个领域里面 像中国大概有110多万的供水网络 这个供水网络里面每年漏掉的水 大概相当于600个西湖 所以在水的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数字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好 截止到应该十三五期间 其实咱们国家花了相当大的代价 就是把我们供水管网的这种漏损率呢 降低到了10%左右的这样的水平 那么实际上10%还意味着 我们每年有80多亿吨的水白白浪费掉了 相当于600多个西湖的这样的水容量 当前呢国家又提出来就是截止到2025 我们要再降一个百分点 实际上你表面看降着一个百分点 那么它真的需要硬核基础 那这样的硬核基础支撑呢 你比如尤其是要对管网它数据的这种挖掘的技术 那么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比如管网的压力 管网它漏损的这种顺态的变化 能够给予实时的这样的反馈 响应 那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的精准化的管理 其实智慧是一个必有路径 我们不妨来聚焦一下国内 以广东为例 让大家来看一看在水务领域当中 数字化转型究竟做到了哪一步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连线今天现场之外的一位嘉宾 他此刻在广东 他是云响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张伟波 张先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广州的水务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情况 目前进展如何 这方面呢我可以先来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呢以毛山以及草堂庄隧道寒洞为建设试点 通过视频监控等物联网感知设备 对市民的出行发出预警 以及智能控制到达 防止出现积水的时候 有市民误入隧道寒洞 目前看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接下来会在今年内 逐步推进这些隧道寒洞智能系统建设 百度智能云拥有国内顶尖的AI技术实力 我们希望百度智能云能够贡献更多的AI力量 好的 接训工作的积水报警系统 它的智能化应用是什么样的 我了解到毛山隧道大概有600米长 隧道最低挖处比地面低大概2米左右 如果在突发大雨时驶入隧道的话 可能在几分钟之内 车辆就会被淹而导致熄火 从而威胁生命或财产安全 那我们向工作人员了解一下 隧道的积水超过20公分 它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启动 那怎么样对隧道的积水进行一个监测呢 在里面我们有百度的一个AI识别 它可以实施研判隧道里面积水的深度 通过这个积水深度的话 整体的反馈信息来控制整套系统的流转 如果启动报警系统之后 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道杂 它会自动的下落 第二个的话 在这有一个那个声光的报警器 会有一个鸣笛的几个警示作用 第三个的话就是 咱们那边有一块那个大的那个警示显示屏 它会滚动播报 实时的隧道里面的积水的情况 并提示禁止行人和车辆进入隧道 以免因为突发大雨 导致那个隧道里面的那个水位 急速上升导致人民财产安全受到影响 通过对隧道防训工作的探访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积水报警系统 是非常智能的 那有了这个系统 今后再有大雨的天气时呢 都能更好的保障 行人和车辆在隧道寒洞的安全通行 好 谢谢摇篮 其实大家都知道前些年百度智能云就已经在广州开始搭建自己的智慧水物大脑系统了 接下来我们想来问一问李总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智慧水物系统 它到底有多智慧 您给大家揭秘一下 我可以这样来去简单的来表达这个智慧的程度 我们应该是可以把整个大家在时间和不同的工程师和水务工作人员脑袋里面存储的这些智慧呢 都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可以把这些知识呢都转化成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 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沉淀 这个知识载体呢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 甚至不同代际的工作人员之间呢来去做传递 在20年后也许又碰到了一个同样的情况 我的系统完全可以告诉这个工作人员说 在20年前有过类似的场景 你现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场景 那给出来一个足够的建议 这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智慧的程度 我觉得它呢是随着时间和应用的积累呢不断成长的 就像一个学生一样 他可以学习越来越多的东西 最后呢积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大脑当中 不断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 水务系统当中的这些智能化或者是智慧化 你觉得他们的介入会对整个的水务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举污水处理厂的这样的例子 好的 因为截止到2021年实际上咱们国家呢 目前已经有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已经6000多座 每天处理的水量呢超过了2亿吨 那么下一步呢实际上咱们国家会把 过去大规模的建造污水处理系统 把方向呢去转向精准的去提升水处理的效率 和深度的挖掘水载的这样的能量和资源 那么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依赖智慧化的手段方法 才能够加以实施的 那么我们预期呢就未来智慧化呢 它很可能打破水行业长期以来 靠经验为主的这样的运行模式 那么通过数字化的这个赋能的过程 把水处理过程它的能力它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王主任我知道您在这个领域当中生耕多年了 特别想请您介绍一下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低碳水处理方面积累了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那我认为智慧化它对于我们水处理过程的降碳 它很可能是重要的这样的加速器 那我举一个呢 像实时的碳计量的这个技术体系 这是我们跟百度智能云 百度智能云 目前呢我们联合中原环保集团 就是日处理量60万吨的码头港湖水处理厂 就是我们在构建碳计量它的传感的体系 底层模型的碳计量的这样的仿真体系 以及呢像面向工艺应用层的这样的碳计量的展示体系 那我们是预期呢能够把水处理过程它的碳排放 能够到分钟级的这样的计量 那同时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构建 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数据模式 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能够把降下来的这个碳 能够让它做到可以成为被计量的被认证的这样的碳价值 那么就是将来就可以为企业去创造碳利润 可以被交易了 对这实际上就是为将来就水行业它去参与碳的交易的过程 实际上从数据的这个角度上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可靠性透明性的这样的支撑 那么这个工作我们也是和百度智能云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王主任你觉得水处理这个环节哈我们还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些考验呢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也就是短板应该还是数据 我们的缺乏精确的这样的底层的数据和可靠的数据挖掘的技术 我觉得当前在一些关键的仿真的模型 关键的核心算法上我们真的应该尽快的形成有咱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的技术 也防止呢被别人卡住脖子 对这是王主任的肺腑之言 这实际上也是行业发展的时代之需 这么多的难题当中有不少难题 其实是要依赖技术的更新和迭代来帮忙解决的 想请问一下您百度智能云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来承担起解决难题的重任了 对刚才王主任讲到我这边听起来既兴奋压力又大 那我们现在在解决这个领域的问题呢是提供几套这种相应的技术呢来在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大的基于水生产和水的排放这一块的相应的感知网络 那么在这种数据的传感器达到符合一定的标准和稳定的情况下呢 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能构建这么一个智能化的引擎 这样的一个引擎呢可以完成对这些数据的处理 我觉得这样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人工智能在整个水务行业里面的使用的门槛 就是这样的一套平台我觉得还是能够产生实际的价值 并且在这个价值迭代的情况下呢 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应用呢被底层的感知网络中间的智能引擎和上层的应用呢 这样的一个闭环解决起来那么把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掉之后呢 我相信未来这个技术发展的空间和技术落地的空间呢就会被打开了 其实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这个跑道上不断的奔跑 不只是中国世界各个国家其实都瞄准了智能化和智慧化 在水务系统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只是大家奔跑的速度不一样或者奔跑的方式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连线今天现场之外的一位嘉宾 他是国际水协会的李涛博士 他在这个领域也是耕耘多年 我们要请李先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在国际上这个领域已经进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分享几个实际的案例 关于机器学习对污水处理工艺的调控优化 荷兰的水务公司呢 他们利用机器学习的工具呢 在近百座污水处理厂部署了这个机器学习的工具 那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过程啊 这个工具就可以实现对工况的这个预测度实现将近90%的准确度 那么通过利用这个机器学习的工具 污水处理厂可以优化暴起的操作 节能降耗 可以大量的节约能源 节约化学药品的使用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百度正积极的参与水务这一传统行业 由人工智能企业百度的参与 必将加快中国水务行业数字化或智能化的进程 也有助于进一步缩小中国水务行业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为中国水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极共有力的技术支持 好 谢谢李涛博士 那想问李硕先生 您觉得在这条路上 我们还要走多远才能够真正的接近我们原定的未来目标 这里面我觉得现在正是一个数字化 智能化大潮拉开帷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真正能够用数字化和智能化 来去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是 我相信这是所有百姓共同的期待 谢谢我们今天现场嘉宾的分享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用心地选择了两个领域 它们都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这两个领域就是我们的电力和我们的水务系统 我们让大家看到了在这两个领域当中 我们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在推进传统基础设施转型之上 结合数字化我们带来的这些新的启示和新的思考 希望这样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可以走得更顺 让我们的基础设施插上翅膀 可以飞得更高 让百姓的幸福感来得更稳更多 好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的智能中国数字化转型进行时的系列节目 还会带着各位走进出行和交通这样的领域 我们将一块来看看智能是如何赋能交通 让出行更便捷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